在電的葉老師 請他們在電居民來拋曉一下 謝謝 我是在電居民 這次的市場有一個變工故事機構內容 原來的故事機構內容裡面是有設備的商業福利設施 用這個商業福利設施的收入來抑制設施的設施 但是這次新的學政計畫把這個條文全面刪除 也就是說商業區不用去抑制設施的用力 而把商業區獨立招商 對外招商 那完全不需要把營利來回回社會的設施 那既然這樣不理由還要設商業區呢 這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是那麼缺錢 那就應該想辦法另找地員來令避財源 怎麼可以為了兌現證件跟財法的營利 把社會用地擠爆 怎麼個擠爆法 就是把容積率從200%提高到400% 所有的樓房都會往上拉高 那我們這個地區 福德廣磁周邊地區 每個人享有的公園地域面積 只有0.79平方公尺 地域信義區的2.59平方公尺 所以我們應該擴大綠地公園 怎麼可以印刷商業設施 在社會用地裡面 社會用地本來是往直國外用 總共是6.5公斤 現在社會用地已經被消成2.9公斤 那這不是一種壓敗 非常二把的行為嗎 我們居民非常地反對 謝謝 謝謝